定更过后 白乌双带着药房出来抓药 万没想到和侍魔断上了 本来侍魔随着武城兵马使刘大人 带着五千人马 来到前门外这个地点 准备 二更过后包围天都客栅 好将同龄等人一网打尽 再夺回金牌 可没想到 偶然间碰着白乌双了 四摸一响干脆 还是先将他停止 白乌双越过壕沟 奔道边的房舍 想抬头看看 这大点呢 是不是要房了 他离这四摸也就有十五不远了 那老三 三尺地心仙防远童 把这手一扎扎拉个架势 向前就要一扑 可贸然间 就听他们这房上的 有人呻吟了一声 哎呀 吹不汤 掉下了一个人 正好给挫子砸脑子上 这个挫子本来啊 他胖得溜远 这一扎不要紧 还没把那圆脑袋砸到这步枪的里头去 再说上面落下这个人 那哪是一百多斤重 或者二百多斤重 就这一落不打紧 也得有千斤支柱 好歹的房远徒 还没被砸伤 往旁边那么一侧身 啊 谁 啊 是你 他们定睛一看 从房上掉下来认为 不是离人 正是怪贱江湖 此时白无双 也看清四魔了 又一瞧的江湖 是先进后起 啊老人家 你也在这 我说小子 我要不在这 你不就招了他们的道了吗 你往私下看看 这儿多少人呢 你还敢一个人奔这儿来 啊 我徒来 是抓药来的 啊 抓药来 抓药就不要命了 啊 发红了 他妈脑子兴成怒 啊江湖一接颤都 一颤砸起来 哎呀 欺负人呐这是 江湖一边说着 往旁边一闪身 轻而易举躲过他的一头 接着 江湖干巴巴那手 顺他胸口滑了过来了 接着 要如果没有英雄会 斗过一次江湖 那法红根本就不在乎他这一张 可现在知道 这江湖表面赖了击击的 可是内功十分精湛 真要让他一掌拍上 就是不吐血 也得有内伤 赶紧向后退身 用产杖左右一搏 把这一招给封出去了 可是江湖在这跟四磨一折腾 电房里边有一些剑侠听到 因为这是黑天 这门折腾起来 传出商业很远 二里地外的监督客栈 那那门人听得清清楚楚 是赶紧 通知同林王师姑等人 说福建 好几有谁动手 大家除了再一看 好吗 在中备 有许多清兵 把守的路口 那弓箭手啊 一个个 把那弓箭都挂在弦上了 随时准备发射 五层兵马使 已经端坐在马上 顶盔挂着甲 手下副将跟着一溜 这五层兵马使 事先已经有过上帝 准备在二更田后才动手 可临时有变 他一声令下给我杀 前边是步兵 后边围过的还有骑手 这些弓箭手们 在各把要害部位 按说 他们围得跟铁桶一般 但有一截 被他们包围的这些剑下 一个个都是飞烟走壁 身怀绝地的人 王师姑 抖开十三解神谷边 豪尔侠 亮出一对 点穴相诀 女剑可余秀娘 摆开了软塘大宝剑 清风落一扫 什么三水小白猴 玉川水小白猴 进 丝某好包信 席京 太子眼宝 坏事包 尼退僧 张望 什么叫玉冥建可 善尾宁 清风建可柳越青 赛玉池 东方府境 盛温侯 欧阳云齐 这些剑下 老老少少 哇 四下这一空 对面的弓箭射来 他们劈手就抓 或拿兵人就聊 上户棄手 下户棄俗 眨眼之间就杀到官兵队伍里边去了 就这一贴身近战 那官兵弓箭手就不好使了 他们能是这些剑下的对手吗 碰着的就死 挨着的就亡 眨眼间 统林等人 已经杀出了重威 江湖戏斗四摩 可帮了统林他们大忙 不然的话 四摩要一挡统林他们 这些剑下可难走 现在江湖一瞧 啊 那人都跑了 那我在这还干嘛呀 我也走 其实啊 他这么捣鼓式 给旁边的白乌霜请 让白乌霜跑 就见白乌霜 手中亮着乌龙炮剑 刚要通过官兵队伍 往前跑 可忽然间他站住了 磨头 奔着天都客栈就跑过来 江湖一瞧 哎呀 痛哉子 你本殿坊干嘛 那门人都跑没了 你居然给抓住呢 那时候白乌霜 又往回跑干嘛 原来他忽然间想起来 吕宝忠大剑 他那一骨 那骨灰呀 被他装在坛子里边 就放在天都客栈 他睡在那床底下了 还有吕宝忠 生前用的冰霜大剑 他用布包好了 也放在那床下 你看这孩子 今年才16岁 这么点一个少年 受人之托 就办忠诚之事 猛人近的一想 或许别人不能把骨灰拿走 他得给带着 这白乌霜 非也是一般 就进了建坊 还真有一些官兵 往里边来 不过官兵也知道 那人都跑了 我们也是啊 装模作样 看一看 搜查搜查 他猛人近 瞧把骨灰跳进来 这还一个 是这小子 把他拿走回去掀宫 白乌霜不顾一切 笑进自己住的这个屋子 一下把床走翻了 他一瞧 坛子和剑都在这 原来同林 他们走的也够急的 反而只顾着呀 得保护好 身有重伤 受了毒的万书名 他一时间把他弹子忘了 白乌霜向下一扶身 把他弹子就抱到怀里 正好也有官兵来到身后了 小子你扫不了了 白乌霜连看着没看 乌龙剑向后那么一吐 正好给他扎肚子上 这官兵咱们死都不知道 乌霜 将冰霜剑背在身后 一了手抱着坛子 一了手掐的保健就出来了 可是往大门口一看 只见殿堂门这儿 好起到官兵 乌霜的眼睛就发直了 哎呀别说我还抱着坛子 我不抱着坛子 这么多人 我也过不去吧 他这心里头有点发虚 正在犹豫 就看那些官兵啊 往两边一闪 我的天哪呀 说怎么就来 在这些官兵背后 有个人拿手指头啊 往他们腰眼上捧 咕咕咕咕 这一捧上 酸麻胀痛受不了了 当时好几个摔倒了 还有几个一划了 这一腾直窗高 窗在旁边去 白乌霜向前一看 老人家是你来救我 小子你给我快走你 哎呀 你有没有脑子啊 你这真是舍命不舍财 你看抱坛子 就坛子是金子 你也不能抱他呀 这是吕建克的一虎 哎 江湖一听这话 心中一震大受感动 说这人哪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就说从小就能看出以后 他有没有出息 这孩子可太了不得了 我江湖第一次见着他 我就相中了 如果一人来有缘 真能结位师徒的话 我把我这点能力都传给他 现在一看呢 我这宝贝啊 我得好好求他呀 不然的话呀 这徒弟恐怕 我还收不下呢 江湖 谁一一拉白武双 把坛子就抱到自己怀里边 白武双就感觉到自己是腾云架屋一般 随着江湖飞也死 没奔城里边去 过前门往前去 奔天桥那边去了 那边是杂不地 真要向那边跑 后边想追啊 那也追不上 找也找不着 咱不说江湖 怎么救了白武双扫 单说这侍膜 现在是王把钻灶坑 憋气带温火 哎呀 我们是皇上请来的 我们是皇上遇前的侍卫 眼睁睁瞧着金牌丢了 没有找回来 看了童林他们在这 让这江湖一阵烂打 童林他们跑了 没抓住 你说我们哥四个 有何颜面再去见皇上呢 不是皇上说什么呢 就拿眼睛摆我们一下 我们哥四个也受不了了 大喇嘛发红 推头丧气往前走 也没分东半西北 就走得一个枪根儿来的 那哥仨都在后边跟着 发红烫口气 师弟们 以为兄之见 咱们也别去见皇上 还是回归辽东 春花半岛 见咱们老师父去吧 这三位一听 也都泄气了 大师哥这意思就是 咱们别在中原混了 在这混的也没好果子吃 既然说这话得听大师兄弟 那就走吧 哎 这四位啊 要不告而辞 此时正是四更左右 天特别黑 几乎伸手 不见五指 他们这四位 在这儿怯怯思议 何记得要走 离他们十几不远 靠着这墙边 有人冷冷一笑 四位 如药金牌 速随 我来 哈 发红几人水 都一看 就看一趟赫影 像离仙利剑一样 奔北京内城就窜过去 三摩 防远途喊声了 大客 他来他支的金牌 啪的跑 发红的妹大话 把账方左手一揪 是向前一杀身 随着就追上去 辽东四摩这哥几个的轻功都不错 尤其是老四 叫一鹤云切 他跑到这前边 前边那个主角感激出了 四摩好惊的轻功 看来要时间长了 还得被他们给注意上 丝毫不敢怠慢 不是一阵 王岐流 是越跑越快越来越急 跑进北京内城一个糊涂 收 跳进了一家宅院 四摩只是看他往里边一跳 这人就没了 可是现在四摩就不顾一切了 看看青棍的院墙一丈来高 豪美犹豫 蹭蹭 嗖嗖 他的跳过高墙 落入院落当中 往院子里边的一进 咱们哥姐就闻着 震震的花香 这香味 是什么什么花 再一看 是个小花园 冬天有个游路 再往前瞧 前边一个大厅 这是大厅后头 里边有灯光 折射过来了 好像里边有人说话 那么刚才那个人 跳到这个里边 是不是进屋去了 既然咱们都追到这来了 那就得到前面看看 发红领了头 穿过小花园 沿着涌路往前走 刚接近这上大厅的后窗户 就在前边那儿过道 走过了一个人 上千尸里 请问是辽都四摩吗 在下与你们有礼 嗯 四摩站住了 借着星斗月光 和折射出来的灯光一看 与他们尸里这位 也是在二十多岁 小长挺精神 千金饱满 地隔方圆 团狼寡碎 累下配件 不过仔细一看 这眉毛啊 挑着 眼睛啊 不正眼看着 就不自觉的显出几分狂傲之色 还有点瞧不起辽东四摩 这一手 我乃朱家人发红 终于一位朋友来到此处打扰了 还没等发红再往下说什么 这位微微一笑 老喇嘛 我师父现在在上大厅公寇 请你们随我去见 按说 法红这几个人的身份 你就来个年轻人 说让他们去见 哪个哪个老师父 他们不去 这要去的话 自己就低了半截 好像去拜望谁 还陆林上的奖热格 可是现在为了找回金牌 那就得硬着头皮跟着往前走啊 穿过这过头 一绕 到了前边上的厅 哟哟 法红那厉害 看来这家不小啊 和九尖带个鲸 仙徒狼眼 后徒一煞呀 再看 那个地下 是海曼的院子 全都是石头铺涌路 方砖铺地 高达的梁棚 三丈六 四个鸡脚 找个云子 这是个有钱的人家 法红几人 随着这年轻的 就来到上大厅之内 他们一看 这大厅里边更祸气了 无福捧兽徒 镶嵌在这个棚顶之上 靠东墙 杖二的条案 上方文房四宝 笔墨艳的 西墙上有名人字画 挑山对联 什么唐朝四才子 李渡白寒之真迹 再看 靠北的墙 有一张 靶心桌子 桌子后边一把太式椅 红单椅店一扎坐后 旁边还放着风魔铜的台领 就建在椅子上边 端坐了一位 五十左右岁 方面大耳满面红光 油黑的大辫子 脑子上盘了两圈 边边也好 穿的是绘衣 只见这位 眼镜挪着 三一帮子骨着 太阳裙 锻着 观其外之其内 就这么一打量就看得出来 这位 是个武林之人 而且功夫 相当的深奥 再看 在他的两边 似乎是他的门徒弟子 同一手势力 特别恭敬 有那么十来位 在他这个态势椅 稍靠厚一点 一张小道上 坐着一位半老的徐扬 穿着一身灰衣服 洋洋不彩的 瞧着法红他们几人 法红进来了 他就感觉到不自在 当中坐这位 那派头很大 就听引他们进来 那位上前介绍 师父 这四位就是辽东四摩 为首的大喇叭 就是法红 法红喇叭 这就是我师父 图不言实名 他老人家 姓蓝 叫蓝笃 蓝光斗 法红 他脑子有点乏乱 他老族们的金牌 对方介绍叫蓝谱了 他脑子里头一过 他就没大在意 忽然间他两眼一亮 只见就在这蓝谱 面前的八仙桌子上边 放着一面金牌 这面金牌还不太大 横下有两寸五 长下有四寸多一点 可是这金牌 非同小可 上边有玉宁 就是云正皇帝的名 而且竖着还一行字 天下第一人 一看这面金牌 法红喇叭的产杖 就往起排了好几村 气就憋着脑门子上了 他那几个兄弟 也都拉开了架势 各教功夫 随时准备动手 可是当中坐这蓝谱乐了 真是有幸的汉 能在我的小宅 见着辽东四摩大剑 请会 请会 说着呀 他见见神 可是他还没站起来 等一下 听说辽东四摩 乃是皇上手下人 那么白天时 我偶然间 发现了一件东西 仔细一瞧 就是这面金牌 哎呀我就想啊 这面金牌乃是玉木 就是皇上的东西 我一个草民捡到了 应该给皇上送回去 不过 喉门都深似海 那皇家大门 我一个草民 也能进得去呀 就这样 恰巧碰到 赤膜见客 你们夜间 还在外城走动 我就才叫弟子 把你请到我的家台 我要完毕归照 金牌送回 本来喇嘛 发红很有敌 听兰浦一副 这几句话 他马上向后出一步 把铲上别的身后了 诶 请问 你这位朋友 要把金牌 给我们 证实 有什么条件 你说吧 那是 把他们掩来了 能说轻而易举 金牌就送回吗 那不能 那肯定是有条件 发红想 我爹等你说 我先问问 诶 大喇叭 我这个人呢 也是个练武的人 皆叫天下良有 那么能与四摩相识 也三生有心哦 因此毫无条件 金牌 你拿回去 回宫见价吧 发红一听这话 还半心半疾 那这金牌 我可拿走了 可以 发红向前一伸手 不然金牌 就抓到手里 前后左右 差了半千 确实是雍正皇上 那面金牌 他这才放到自己怀里 他要一琢磨 这人情可大了 这叫什么 刚才还没注意 他叫什么 好像姓蓝 他双掌合十 恭恭敬敬 失了一礼 朋友 你能把金牌赏会 真是我土家人 敢记不记 还请你 把你的大号 告诉我 我要谨记心中 以后 一定报答 pad 那 都 还 听 用 汗 凅 译